盆栽上开出一颗小凤梨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凤梨花种 全世界的凤梨棵多达2600多种 外形多变 像是这一颗身形特别高大 顶端开出大红花 被称之为红芹田凤梨 而这一盆看起来有如此味的外形 也是其中的一种 有所谓的一个凤梨的品种 那有一些是畸形的果实 然后有一些就是怎么讲 它是其他属的花 但是它是最主要是 它的包片很漂亮 颜色可以持续很久 那真正的花 它寿命都很短 所以它观赏的部分 应该在植物学上叫做包片 其实大家看到的 多数都是凤梨的畸形果 却都误证为凤梨所开出的花 为了澄清大家的错误认知 台中科博馆网络多种类型的凤梨科展室 而其中的一区沙漠凤梨 是经过学界多方杂交催生出的 相当值得一看 像这个就比较像这一颗 像这个就会比较像这一颗 像这个尤其跟几乎是它的翻版 所以像我们在杂交的时候 第一代的时候它会特别的不稳定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特征 就会有个头像妈妈或者像爸爸 或者是根本两者都不像 或者是它两个都很像 观赏的凤梨依照这个栽培的习性 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 地生形的凤梨 积水凤梨 还有空气凤梨 那地生形里面又有一群人 很特别喜欢长在沙漠的植物 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仙人长多树树那一类的 凤梨也有这样的 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沙漠的凤梨 把它带出来 沙漠凤梨的适应力加 少量水就能生存 但是因为身形多次在市场上比较少见 这一档凤梨花特展 处处都充满惊喜 想要了解凤梨花的生态世界 可不管就可以让你一探究竟 这人家话台中才放不到